哈维锁定中锋引人目标 关注莫拉塔 球员愿意将新加盟 虽然引进了费兰托雷斯 但是他终究不是纯正的中锋 因此对于巴萨而言 他们还是应该尽量在转会市场上 寻找一个正牌中锋球员 根据最新的消息 莫拉塔已经进入到了球队的考察范围 哈维和球员本人 以及球员的经纪人 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 按照消息的说法 对于哈维来说 莫拉塔现在就是他在中锋位置的第一人选 并且现在来看双方的谈判 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 初步的情况是哈维和球员本人 以及其经纪人的谈判都很不错 只是由于巴萨现在的糟糕财政状况 双方到现在没有确定最终的转会方式 因为巴萨现在肯定是很难直接拿出转会费买断 因此事情肯定要比正常的转会变得复杂不少 现在莫拉塔在游文的处境并不是很好 事实上他这些年在游文虽然效力了很久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真的表现出自己的能力 这也让人感到疑惑 这个球员的水准到底是怎么在豪门能效力这么久的时间 莫拉塔现在坦诚自己在意大利的情况不佳 而哈维则是第一个真正打来电话了解其实际情况的教练 并且哈维也明确对表示 现在巴萨买他绝对不是简单的过渡 也不是所谓的短期作用 而是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布局和计划 也就是说莫拉塔的效力时间也不只是加尼丹的六个月租界 未来可能的话 莫拉塔将会在这里长期效力下去 这才是巴萨的计划 莫拉塔这个球员虽然深受其他球队的质疑 但是在不少西班牙教练的心路中 他却是优秀前锋的代表人物 哈维认为 29岁的莫拉塔 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进攻球员之一 此外哈维认为这个球员的全面性 也是值得重视和称赞的 这一点的看法 其实和当初恩里克的想法很相同 在欧洲杯的时候 虽然莫拉塔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全方位批评和指责 但是恩里克就是坚持使用它 并且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效果 也许在哈维和恩里克这些西班牙教练看来 莫拉塔这样的球员的确是有其个人的独到之处的 现在莫拉塔在游文的年薪在1000万左右 而为了能加盟到巴萨 球员本人也愿意降薪 当然他也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条件 不过对于球员来说若是能打上阻力 估计降薪也是愿意的